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如此 抱歉 不是怀疑你们 只是以防外衣 船我已经准备好了 但我不能大摇大摆地把它划到附近 这是为什么 因为锁国令嘛 天岭凤行现在对船过分敏感 就连很小的小船都要盘问用途 很麻烦 我明白 真的很抱歉把你卷进来 客气什么 你愿意找我帮忙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这次又麻烦你们家做烟花了 这艘船就算是我的谢礼 那我这就去把船弄过来 你们稍微等一会儿 嗯 谢谢你 如果你顺路的话 就去我家取烟花吧 都是按纸条上的记录做的 非常完美 一点不差 好嘞 正好烟花会很快就要开始了 也给你的新朋友们见识见识吧 这可是到期的特色 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 哎 要不然 干脆你给他们讲讲你的过去 就是你第一次来我们家定制烟花的故事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我想想 哎 要不然 我先把船运到附近再说吧 哦 对对对 哎呀 聊到信头上了 你先去忙吧 小公 等会儿还在这里接 嘿嘿 幸好被他提醒 不然又要因为聊天耽误事了 前几天一直在赶工做烟花 没什么时间和别人聊天 都快憋死我了 嗯 老爹虽然很喜欢听我说话 但因为耳朵不好嘛 很难给出一些让人惊喜的反应 又扯远了 嘿嘿 我想说的是 趁更衣去准备船的时间 我们可以去找找看烟花的材料 不只是要帮你们做 还要帮找大和妖的孩子们和说四郎做 材料缺了很多 那怎么行呢 不用在意我 其实每年的烟花会都是这样 会接到很多中途插进来的订单 会放烟花的人都是为了纪念某件事 这种纪念错过了说不定就没机会了 所以就算再忙也要全部答应下来 所以你是想说你还要享受这件事 啊 享受是很享受了 生在烟花世家 好像从小就迷恋了这种 碰的炸出光来的感觉 但其实我想说的还是 不用担心我 没问题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只是和烟花一样 感兴趣的话题也是稍纵即逝的东西 一定要在有兴致的时候说个痛快 不留遗憾 哈哈 接下来跟我去城里拽两圈吧 我打算去找熟人碰碰运气 人道我发问了 你一直都在说话 嗓子不会难受吗 嗯 会有点不舒服 但嗓子也就是用来说话的吧 也 也有道理哦 嗯 嗯 找到了 你好啊 四爷 这几天的工作还顺利吗 哈哈哈哈 小宫 我就知道你果然来了 寒暄就不必了 是来找烟花材料的对吧 我专门给你留了一袋 数量肯定是够了 真的吗 为什么你会知道 每次临进烟花会 你就会到处打听 有没有矿石材料有其用 我都习惯了 你总是要做计划之外的烟花 抱歉 每次都麻烦你 瞧你这话说的 就算手上的生意不做了 你提的要求我都不能拒绝啊 这边的两位 难道就是这次的委托人吗 小事小事 用不着客气 之前我和我孩子吵架的时候 还是萧公出面安慰他的呢 我真是不擅长和他打交道 要不是萧公 他说不定会离家出走 不会的 他是个心思很细腻的孩子 很在乎你的感受 只是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表达 如果你的表情不要那么凶 他可能也不会紧张 大概是我平时对他太严肃了吧 明明和外面的人聊天 我觉得我没什么架子呀 没关系没关系 人人都有不擅长的事嘛 以后要是还有类似的麻烦事 来找我就好啦 就算不是烟花的委托也没关系 顾客至上嘛 好的好的 怪不得大家都夸你是个好孩子 龙之界先生肯定也很欣慰吧 那矿石就尽管拿去用 摩拉就不用付了 不行不行 这肯定不行 没关系了 就当是我给你的谢礼 不用客气 但人情是人情 做生意要讲规矩 可不要为难我啊 有什么关系你就收下吧 接下来你还有很多其他事要忙 对吧 那这样吧 就不用付摩拉了 我记在账本上 以后来我这里做烟花 都用这个抵抗 哎呀 你这孩子真是 行吧 这样也好 帮我给你老爹带个好 祝他身体健康 能一直乐乐呵呵的 嗯嗯 你也注意身体 别那么拼了 当心老伤复发 小公很受欢迎呢 以前也有人这么说 而且真的会有人 觉得我有求必应 这时候我就会说 喂 这不是烟花店该干的事啊 但是 哎呀 很多时候 他们都不听我的话 没办法 但也没什么所谓 对吧 总之 现在矿石材料到手了 接下来 就去找人加工吧 嗯 这样材料的问题 就解决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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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创 天木先生 我来了 啊 是小公啊 要是我没猜错 是烟花材料的事 对吧 看来大家都知道 小宫你在烟花会之前会很忙了 很抱歉 但能不能稍等一会儿 正好武器的订单也堆了好多 这个没关系 不对 也不是完全没关系 这样吧 你需要帮手吗 只要做完这些武器的订单 就可以帮我降工矿石了吧 这 得看师傅是不是答应 没关系的吧 田木先生 你也知道的 长野园烟花会马上要开始了 我到现在还有好多人的烟花没有做 如果没做好的话 还是这么吵闹啊 小丫头 田木流的锻造 讲究耐心与权力以赴 倘若内心急躁 一定会反映在断出的刀剑之上 有人在旁边等待与催促 只会乱拉创的心神 但 但是 这是很特殊的情况 长野园烟花会就在眼前 所以 矿石交给我吧 我来加工 诶 师傅要亲自上手 不要大惊小怪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吧 谢谢田木先生 愿意帮忙 不客气 长野园烟花会是很重要的事 我也明白 再加上 以前龙之界很关照我的生意 我没有理由不帮忙 不过萧工啊 以后还是要更有计划 不要每次都搞得很匆忙 我尽量 以后我会准备更多材料来应付突发情况的 哎 不过对你来说 就算准备再多也不一定够用吧 总之 等我一会儿 不愧是田木先生 看着颗粒的形状和粗细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太漂亮了 就算很久没有看你拿工具了 手艺还是这么精湛 那当然 从小学到大的东西 想忘掉都难 很久以前 田木流就和长野园烟花会在合作了 那时候是我的师父 和龙之界的爸爸 虽然人换了一代又一代 但烟花要的东西都差不多 阿创 以后就轮到你做出这样的东西了 知道了 知道了 嘿嘿 那就不多打扰你们了 别忘了去看烟花哦 好了 我们走吧 现在更衣可能还没有回来 我们先过去等他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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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 全力遗父的耐心和低水船时的意义 果然他还没回来 不过没关系 我早就想找个机会和你们好好聊聊天了 一直都在跑这跑那的 辛苦你们了 不过这一路上还挺顺利的 幸好大家都很照顾我 感觉一路上好像都没有什么我们说话的机会 我也觉得冷落你们了 所以才想找现在这样的机会 第一次相见匆匆忙忙的 不方便坐下来聊天 你们是旅行者对吧 来到期之前 你们都去了哪些地方 真好啊 我听说那里几乎没有规则对吧 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快快乐乐的生活 我的老爹啊 以前收到了老顾客的礼物 是那个什么酒庄 陈西酒庄 浮宫英九很出名的 对对对 就是那个 很少看到我老爹喝酒喝得那么开心 给我讲了一晚上 那酒的滋味有多好呢 我听朋友说过 有想法有意志的人才会踏上旅途 可能是为了某个风景 也可能是为了某个愿望 你们又是为什么踏上旅途 还要闯过风暴 来到我们这里呢 还有向神明寻求答案 因为神的原因和家人失散了 很难受吧 我明白了 既然这样就没办法了 本来想邀请你留下来的 留在道七 道七和外面的世界很不一样 这里追求永恒 换句话说 就是风平浪静 很少会有变化 这样有一个好处 如果走累了的话 这里很适合休息 可能不太好懂 我只是担心你会比较累 可能走着走着 就忘记启程时的想法和感情了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吧 疲惫的时候 做事总会觉得不顺手 如果太累了 就算是去玩耍 可能也高兴不起来吧 我的一个冒险家朋友告诉我 如果只想直奔终点 可能会浪费旅途上的机遇与感动 但是没关系 我会想办法让你感觉到轻松 开心起来的 你已经来了 就算最后还是要走 我也要让你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说不定等你找到了家人 会觉得道七是最适合当家的地方呢 要送给你们什么颜色 什么规格的烟花 我也有想法了 这里就让我暂且保密吧 小公 我回来了 久等了 我们去船那边吧 还是说你们要再聊一会儿 那好 我们走吧 不要太张扬 不过也不用嫌得太鬼鬼祟祟 都容易引起怀疑 能接受住外海雷豹的船 应该很结实吧 那是当然了 质量完全可以放心 这也太小了吧 没办法 这是我能搞定的最大最结实的船了 用的木头全是到期最好的 我明白 如果要用这个闯进雷豹 说实话还是太危险了 我也希望说四郎不会用到它 这只是应急手段 不过感觉更衣你的手艺又进步了 就别夸我了 还要多亏我的兄弟们愿意帮忙 为了不被发现 我们各自加工各自的材料 在晚上偷偷组中起来 这个尺寸已经是极限了 再做大一点 绝对逃不过天灵凤行的审查 那船就暂时藏在这里 我回去告诉硕次郎 他也需要做一些出航前的准备 我突然有点担心 做这样的事 你们在天灵凤行的眼里 不就是共犯了吗 那又怎么样 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 就有心理准备了 我家和射凤行还算有点关系 来往很密切 要是到期想举办什么活动 另外两家凤行也会有委托过来 只要我明面上磕磕气气的 不要搞得太嚣张 他们一般也不会来找麻烦 而且说共犯的话 你们不也帮了很多忙吗 也是啊 感觉已经脱不了干系了 原来经验老到 还以为你们会担忧呢 好了 这次真的非常谢谢你 更衣 烟花我已经做好了 你方便的时候 去我家取就可以 顺便找我老爹 结算一下船的制作费 别提什么制作费 要是三姐看到我收了 你们家的钱 肯定骂我不懂事了 三姐 我来解释我来解释 这也是我老爹告诉我的 以前到期有个商会 人丁兴旺特别繁荣 一起出生的孩子有十几个 他们也是从小跟着家里人 学做生意到处跑 大家关系都特别好 终于到了有一天 他们都要独自开始做生意了 那既然是做生意 难免去到天南地北 以后相见的时间就少了 对 那时候我们的大哥就提议 在分开之前 一起看场烟花吧 大家都是很有志向的人 对生意都有自己的理解 留在到期的 慢慢就只剩下更衣一个人了 虽然很难再相聚 但只要有人回来 看烟花就少不了的 是啊 再好的朋友分别绞了难免隔阂 但在烟花之下 一下子就能回到小时候的状态 无话不谈 这样的记忆 对我们来说就是永恒不变的 原来是这样 这就是孝公之前说的纪念吧 嗯 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才不能辜负大家 对烟花的期待 好了好了 还有说四郎的事呢 那我们先走了 耿衣 谢谢你的船 嗯 我也要走了 我可不想被人抓个正着啊 说起来 更衣每次带着商会的朋友来看我 他的朋友都会说 小时候陪我玩 还报过我的事 但他们人太多了 我小时候也不记事 没有特别清楚的印象 所以有一次 他又带了陌生的朋友来我家 那人问我对他还有没有印象 我就说 有的有的 小时候你陪我玩 还暴露的吗 结果更一哈哈大笑 说这是他的木匠朋友 只是看起来比较老 实际上只比我大几岁 搞得我满脸通红不停的道歉 哎呀 那次真的太尴尬了 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位置我帮你标记在地图上 建议你提前准备好干粮和水 有备无换马 好不容易回来了 真的不想再逃出去 而且只靠一艘小船 就闯入碍海的雷暴 凶多吉少 但被天理风行抓住 也是差不多的下场 我觉得他们迟早会搜查到这里来 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不起 如果他们真的来了 我会提前逃走的 不会给你们家添麻烦 不用这么想了 就算出了问题 我想些办法也是能搞定的 但如果真的被天理风行追到绝境 你就往船的那边跑 我不会被他们抓住的 但是 这最后不就变成白跑一趟了吗 你这么想要回稻妻 是要什么事要做吗 以前我很不喜欢稻妻 就离开了这里 但现在想想 离开不过只是在逃避责任 我意识到这件事之后 就心神不宁 一直回想起被我扔在到齐的人和事 我 算了 不说了 反正现在也晚了 本来像回来弥补心中的遗憾 却落到了现在这般下场 这样啊 如果和我们讲讲的话 我们说不定 真是的 要是没有什么锁国就好了 没关系 我们不会打扰你 在你下定决心做了断之前 我尽量帮你再争取点时间 天灵凤行 天灵凤行 只要他们不要乱搞事 就应该还有办法 对了 烟花殿的老顾客里 有一对老夫妻 他们的儿子在天灵凤行 好像有点地位 去找他们 数不定能在这件事上通融一下 这 会不会反过来被举报啊 没事没事 他们是特别好的人 我知道的 没有问题 那你再去屋子里藏着 我和他继续就来 走吧 我们走 时间不等人 不对不对 还有烟花烟花的材料 那么多人的订单 老爹 老爹 哎呀 算了算了 老爹 我给你写个纸条 烟花的事就交给你了 刚刚 为什么要打断我 他需要的不是答案 是时间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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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